哈啰 大家好 我是洛卡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 S-RUN AROAD PRO 这一组耳机算是我近期使用到 感觉会让人非常非常惊艳的一个产品 主要是因为耳机的要求其实也没有几种 好携带 配戴舒适 音质好听 当然如果身为游戏玩家的话 可能还会多一个低延迟的技术会更好 这些条件在AROAD PRO上面全部都有 而且它对我来讲有一些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同时有支援到这种小小的接收器 也支援到蓝牙的直接配对 在多平台要玩游戏听音乐 转换的时候都相当方便 体积轻巧好携带以外 还有黑色跟白色两种可以做选择 耳机本身可以提供到9个小时的续航力 再加上外盒本身也有27个小时可以提供充电 长时间使用就不用担心 外盒跟一般的真无线蓝牙耳机大同小异 上方有写上一个S-RUN的品牌名称 正下方的部分则是有一个配对按键 跟一个Type-C的充电孔 两副耳机本体的造型 这边它上面装的是低音加强的耳塞 另外它还有这样子的舒适耳塞 有增加的特殊的勾槽可以防滑 而且里面是超薄0.4mm 佩戴起来更加的舒服 当然两种耳塞也都有提供各种不同的尺寸 给各种不同的耳朵大小的人来使用 那这个是属于平头的 也就是刚才所讲的低音加强耳塞 它会增加气密性 让你的低音效果更好一点 旁边这里有支援到触控的操作 还有一个S-RUN的logo也在上面 前方跟背面这里则是有一些麦克风 它们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主动式的降噪 让耳机的世界里面会变得更加干净 那再来就是它的麦克风部分 也有做了额外的音质加强 小小的耳机里面 还有塞了一个9mm的高分子镀态单体 搭配了BT5.3次世代晶片 未来还可以透过更新支援到LE Audio 黑色的这组呢 一样给大家看一下 它在上面也是一个S-RUN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打开里面也是耳机 不过我最近在使用的大部分就是以黑色为主 可能是因为黑色的看起来也是颇有质感的吧 所以我就习惯带上黑色的感觉 充电的线材是一条USB-A对上Type-C的线材 小小的使用扁线感觉会比较好收纳跟携带 是的没错黑色附黑色白色就给你附白色 再来这一组的组合也是超强的搭配产品 除了有一条USB-A对上Type-C的线材 而且线材的长度非常的长以外 这个更是超级好用的发射跟接收器 目前为止各位看这样子是有一个底座的感觉 它非常的小 用我的手指头来当成一个对比看 就知道说它的体积真的是很迷你 那后面这里有一个Type-C可以接上去 也就代表说我们可以用这一条线材呢 来接上你的其他平台使用 假设你要使用这一组蓝牙耳机 来接上PS5或者是Switch的底座状态 这个东西呢就相当好用 因为它可以帮你把蓝牙往外接 那这个发射器就是在上面 等于是说我可以把它延长到 收讯比较好的地方使用 这个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说明 上面拔下来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就是可以直接接上我们的Switch主机啦 或者是其他的掌机平台啦 甚至是你有Type-C的可以使用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得到 如果单纯使用蓝牙耳机本身 来跟产品做一个连结呢 它的最快超频速度大约是45毫秒 但是如果使用这个发射接收器的话 基本上可以达到30毫秒 真的是超级快近乎无延迟的存在 30毫秒这个数字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扯 因为之前我有听到一个数字 是50毫秒以下 基本上人耳就已经听不出来延迟的差别了 那也因为它的技术啊比较好一点 所以在接上Switch之后啊 它不需要再额外接麦克风 就可以直接使用它里面的麦克风 来跟里面的游戏人对话 当然我自己是比较少用到这样子的功能就是了 再来是它有支援到App的调整 这边可以调整的东西啊还蛮精彩的 首先我们先从上面开始看起 这一组的话呢是Aero Pro 然后有音乐模式跟超频模式可以调整 如果是在音乐模式啊 就是你一般连接手机啦 或者是其他的设备 要来听音乐的时候可以拿来使用 因为它要求的延迟感啊并没有那么的高 那如果说你开成超频模式的话 基本上以蓝牙的方式 就是我这样子直接跟手机做配对啊 基本上它就可以达到稳定45毫秒的延迟 算是非常的快 你要打手游的话需要吃反应的 这个就给它开下去准没错 再来是下面啊有一个SROM Pro的实惊音效 均衡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点进来看 这个真的蛮有趣的 因为老实说我自己在听它的音场位置啊 是有差的 我们目前为止挑的是均衡嘛 而且有清晰感啊柔和感啊 包含旁边有个垂直音场可以做调整啊 这个均衡音场相位设定啊 它是可以自己做调整的 等于是说我可以把这个 虚拟的喇叭位置把它关掉 但是它会先问你要不要变成个人化的 那我先把这边前面关掉 等于是我的声音呢 目前为止就只会从旁边跟比较后面的位置来 那我也可以把前面的位置调近一点 这样打开就好 接着我要把旁边呢 不要这么远的空间感 我希望让它近一点 那后面的就离远一点 比较有一种迷蒙的感觉就好 这个都可以自己做调整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全部关掉 这样声音呢 就会模拟从后面过来 再来就是垂直音场 它这个垂直音场啊 真的蛮有趣的 它会模拟说 你是在从高的地方去看下面的东西 或者是模拟说 从下面的地方去看高的东西 例如说像国家戏剧院好的 它可能是坐在上面的看台 然后表演者跟喇叭是在比较下面的地方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把音场调成下面 这样子呢 它的声音就会由下往上传 听起来啊 它就是可以模拟出这样子的音场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 大家可以玩玩看 然后里面啊 还有一些电影模式啦 或者是音乐模式啦 可以做一个调整 下面也有一个Turbo Bass 这个是可以增加你的低音功能 把它打开之后呢 它可以调这个低音的强度 然后这边就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调整 还蛮简单的 再来是听感设定的部分 目前为止是预设 这个就类似EQ的感觉嘛 我就是全部平平的 这是预设的 它可以做一个调整 不过得要把实境音效启用的功能关掉才行 所以我们先跳回来把这边给关掉 接着再进到听感设定 那这边的话可以做一个预设的调整啦 或者是Teler啦 或者像脚步声强化啦 ACG 看动漫的时候要用吧 Moba游戏 人声加强低音增强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自己做调整 那人声加强呢 是什么比较好 我觉得看一些影片还不错 系统比较推荐的是这个Teler ID 2.0的听感 这个会侦测环境噪音在周围安静的状况下 进行听力测验 系统会自动给出不同的音频档案 听起来的大小声啊 尖锐程度都不一样 照着实际的感受去回答yes or no就好 测完音频敏感度 系统会显示一个听力量测图 上面会有两条线 一条左耳一条右耳 就是两耳对不同音频的敏感度 最后耳机会在针对敏感度较弱的音频 做一个补偿 让我们的耳朵呢 可以听到更多声音的细节 这个功能也叫做听感盲区校正技术 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啦 例如说低音增强 像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低音的人 点进去的话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的调整 下面还有一个Turbo Bass 这边也可以做个开关 你如果把它打开来的话 就是增加 你的撞低音 然后可以调整 撞低音的差别 高跟低音可以做一个调整 接着是主动降噪 跟通透模式的这个开关 那主动降噪 它有分式内交通舒适的部分 其实它的主动降噪 我觉得在使用起来啦 算是还蛮轻盈的 会用轻盈这两个字呢 应该会觉得有点迷谋 因为我带过一些主动式抗噪耳机 它们带起来呢 你给它打开来 会有一种好像带耳塞的感觉 突然你的耳朵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静音感 当然啦 你可能用了一下下的感觉 就会不见 可是你在用这一组的主动式抗噪啊 它就不会有这种 很特别的那种感受 通透模式的话 打开来它也有分上 人声加强啊 环境清晰啊 包含均衡等等的 那如果是人声加强 它等于是 这边的麦克风 会帮你收上 环境音里面的人声 帮你加强的用喇叭 丢给你的耳朵去听 如果你要跟别人沟通呢 这个时候通透模式就可以打开 你的耳机啊 就可以透过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 去听到它讲话的声音 这边的话 也有一些程度上的调整 可以来做一个不同的设定 还有包含通透加强模式啊 这些都可以做一个调整 那也可以把它直接关掉 这样子就是最基本的状态 但是通透模式 我觉得在外面 带着耳机去跑步啦 带着耳机走在路上要干嘛的 打开通透模式的比较好一点 听得到一些环境的声音 也听得到别人跟你讲话的声音 那如果是晚上自己在室内啊 或者说在搭一些大壮客运啊 你不希望别人吵杂到你 或者说有些环境音是特别吵杂的 有一些白噪音也是特别吵杂的 你就可以开主动降噪 这样子呢 你的耳机听起来声音 就会更加舒服清澈 最后一个是包机小工具 这一块的话呢 我已经有给它包过了 因为耳机啦 其实就是要包过之后 它的声音呢 才会变得更加明亮 更好听 更有弹性 定音的Q度也会更好 另外在旁边齿轮这里啊 点进去也可以看得到 它有侧音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调整 下面这个比较重要 变更手势控制 音乐的话呢 它可以在左耳跟右耳上面可以点击 一下两下三下 还有包含长按两秒 全部都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设定 你要把它用上什么样的功能 或者是没有功能的 全部就是可以自己做调整 目前点一下啦 它都是预设无功能 那如果你是要做成超频模式开关的话 按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那点一下 你的右耳的就可以 以超频模式的开关来做切换 来电影跟通话的手势设定 一样是这样一二三下跟长按两秒 都可以做一个简单设定 一耳侦测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话 它就会停掉声音 再把它带回来的话 声音音乐就会继续 一对二连线的部分呢 也可以来做一个开关 电量的部分啊 也可以从这边去察觉到 目前为止啊 我的电池跟两边的耳机呢 全部都是满电状态 手机的连接相当简单 它不需要额外的发射接收器啊 就可以直接做一个连线 持续曲在掌机模式呢 则是直接往下面这里呢 一塞上去啊 做一个连线 就可以直接使用 而且啊 它这里是非常非常轻薄短小的 整个装在上面啊 是不会有什么太突兀的感受 底座模式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switch放上去之后啊 接上旁边的USB 把发射接收器一样接到这边 这样就可以直接马上使用 PS5的连接也是相当简单 只要把USB的底座呢 接上去之后 再把这个发射器啊 装在上面 这时候的输入装置呢 就会变成USB的耳机组 SRUN ST04 好啦 那接着就来就这几天使用之后 对它的音质的一些心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啊 这一块真的是比较有挑战的 尤其是要把声音啊 分享给各位 那种真实的感受 更难的啊 它是一组耳机 所以这种要分享出来 我觉得是有点挑战性的 但我自己个人呢 是比较偏好于 重低音比较重一点的喇叭 或者是耳机 但是有些耳机的重低音 他们虽然说听起来是非常的沉 可是啊在高音跟中音的细节上 可能就会有一点被抹灭掉 不过这一组你再带上去之后 第一时间 我是说第一时间哦 你马上会感受到 那个声音的清脆响亮的程度 非常的好 不管是中高低音 或者是音长的调校 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可以 在这副耳机里面 找到适合自己的声音 因为它真的听起来是非常棒的 而且会有一种 马上有惊喜的感受 当然全新的AERO PRO呢 它也是低延迟的降噪耳机 除了有XRUN的Low Latency 灵感延迟演算技术 搭配Thunder Connect电竞及发射器 可以稳跑到30毫秒的极低延迟 这一个延迟度 非常非常的夸张 因为大部分啊 有的人会自己去买这样子的接收器 然后再搭配自己的蓝牙耳机 但是 你没有办法到MVG 付了钱之后 回来拆完包装 测试完发现 诶好像不太合 我再去换一组 可是XRUN的AERO PRO 它的好处就是 一边可以连接蓝牙的设备 一边又可以从这种发射器来直接配对 可以体验到更低的超低超低延迟 尤其像我自己喜欢玩 斯普拉顿3这样子的游戏 你的声音如果是慢一拍进来的 听起来真的会非常的怪 这次厂商也有给一组专属的折扣码 是ROCCA 全部要小写设定 限量30组 如果在下方的说明栏里面 找连结点击进去购买的话 只要输入这个折扣码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优惠 那如果想要再了解更多关于这一组 XRUN AERO PRO的耳机 也可以在下方的连结里面 去观看更多详细的资讯 总之我自己是非常推荐 尤其是之后会透过更新出现的 LE AUDIO这样子的技术 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 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了 这算是一个少数我自己听过的耳机里面 会让我摆在非常前面的位置 想要跟大家推荐分享 就真的是实际用过的感觉啦 好啦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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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给所有想要购买耳机的朋友 尤其是想要购买这种无线蓝牙耳机 因为你在佩戴起来啊 其实它的大小相对的就方便携带 而且因为你这样子戴上去之后 它整体呢也是非常的娇嚣 重量来说你几乎感受不到 而且上面头发也不会被你弄乱 就这样吧 下支影片见 掰 结果没想到Steam Deck 跟ROG居然都可以使用欸 twe supplied i 诶 诶 admir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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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